一天,小狮子和她的好朋友牙齿还有小绿一起在玩排球 小狮子将排球直接打了出去 之后牙齿过去去捡排球 而没有看见小绿 然后一头撞在了小绿的头盔上面 之后便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牙齿瞬间肿了起来 牙齿立马跑到医院去找医生 之后看见医生正在给大象擦药 于是非常害怕的就逃跑了 医生看见之后便非常的迷惑 之后小绿将医院的家具摆好 并拿出吹风机对着花瓶开始吹 花瓶被吹出了许多的泥土 散落在了牙齿身上 之后又滚出一个绿色的小球 小绿踩在了绿色小球滚中的足迹里面 便滑倒了 头被摔得红肿起来 医生看见了拿出药物给小绿挤上 过了一会儿小绿的头没有红肿 之后医生又来到了牙齿的身边 也挤出了药物在牙齿的下巴上面 牙齿瞬间就恢复了原样 于是牙齿非常的高兴 他跑到花盆的旁边偷偷的摘了